大家好,我是古课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op创建地面材质 其中重点是新材质的添加 难点是材质贴图大小的调整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op创建地面材质 首先我们打开软件 打开我们的素材文件 随后我们选择矩形工具 在我们卫生间的下方绘制一个矩形 右键选择创建群组 双击进入组内 单击平面 选择翻转平面 将我们蓝色的面朝下 白色的面朝上 白色的面在Skychop当中默认为正面 蓝色的面在Skychop当中默认为是反面 这边的过门时 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创建 创建方法从地面的模型绘制方法相同 我们依次进行绘制 铺子 之后 这边我们也用矩形进行一个封口 双击右键选择创建群组 双击进入组内单击一点右键选择翻转平面 完成我们的绘制 餐厅也需要进行地面的创建 这边需要和走廊的模型进行相同的连接 在这里我们打开一个新的Skychub 将地面材质的文件在我们新的Skychub当中进行一个打开 选择我们的模型按住Counter加C 再选择Counter加V进行一个粘贴 这边是放在我们阳台上的 这个是放在卧室 这个是放在餐厅 以及木纹也是放在一个餐厅 中间这块放在客厅以及走廊的位置上 随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个绘制 选择一个地面的食材 吸附到客厅当中 再将卧室的素材移动到上面 此时再吸附一个阳台的一个模型 在我们阳台上进行一个绘制 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选择我们的素材文件 一个卫生间的贴图 将贴图绘制到我们的卫生间当中 选择编辑 将我们的贴图尺寸进行一个修改 在这里宽度修改为600 高度设置为333 我们顺便将立面墙体 也进行一个吸附 然后也进行一个绘制材质 我们的贴图尺寸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的入户门进行一个封口 右键选择创建群组 双击进入组内选择翻转平面 将我们的过门时材质 上虎客网 不幸运 我们的注目 关注写 我们的贴图尺寸进行一个绘制 发现了一个绘筹 的贴图尺寸进行一个绘制